《海贼王》,陆飞荒废两年,同样都是修行,索隆的成长都比她要快得多。 《海贼王》是一部非常热血的动漫,在两年前的时候,由于草帽海贼团的实力都非常的弱,而后他们惹怒了天龙人,这时候海军派出了黄园前来抓捕他们。 而后革命军的雄为了保护草帽海贼团的船员,将他们一个个都传送到了能够修行的地方,就这样草帽海贼团整整历练了两年。 《海贼王》是一部非常热血的动漫,在两年前的时候,由于草帽海贼团的实力都非常的弱,而后他们惹怒了天龙人。 这时候海军派出了黄园前来抓捕他们,而后革命军的雄为了保护草帽海贼团的船员,将他们一个个都传送到了能够修行的地方,就这样草帽海贼团整整历练了两年。 而在两年后大家基本上都变强了,而后就是主人公鲁飞和索隆的实力对比,你会发现鲁飞基本上都是靠外挂来取得胜利的,而索隆则是靠住自己真正的实力。 打卡二靠回忆 在路飞和卡塔库利的战斗中,路飞和他的实力差距实在是太大了,很难让人想到路飞是如何打败卡塔库利的,然而路飞真的做到了。 一方面是卡塔库利一直在放水,明明在路飞倒下的时候他就能够直接解决路飞,但是卡二却让路飞慢慢地站起来,并且给他恢复体力的时间。 然后就是每次路飞打不过卡二的时候,他就回忆起雷厉大叔的教导了,每次回忆一次,路飞的实力就变强了一点,通过不停地回忆路飞终于打败了卡二。 被凯多教作人。 在路飞来到可知国后,路飞已经是成为了大海上的武皇,并且路飞的悬赏金已经提升到了15亿,这时候的路飞明显是有点飘了,感觉自己是可以和四皇一战的。 在见到了凯多之后路飞并没有害怕,当时的罗让路飞赶紧撤退,按照自己的计划一步一步来,然而路飞觉得只要当时打败凯多的话就没有后面那么多事情了。 而当时的凯多喝醉酒了,但是实力依旧是非常强大,在路飞使用了四档之后凯多一剂狼牙棒教路飞做人了。 和路飞相比,草帽海贼团的索龙虽然对战的对手不如路飞对战的对手强大,但是也是有实力的,比如在《德雷斯·罗萨》篇章中的皮卡。 当时的路飞还和皮卡有过短暂的交手,然而路飞并没有占据到什么优势。 而后皮卡到了索龙的手中就不一样了,索龙轻松地就打败了皮卡,并且当时的索龙并没有使用出自己全部的力量,之后的战斗也是如此,索龙自始至终都没有展现出自己真的的实力。 对于刘英的掌握 在两年前的时候路飞和索龙两人都学习了武装色霸气,被凯多打败的路飞被关进了牢里,在这里他认识了宝大叔,之后宝大叔教给了路飞更高阶段的霸气,那就是刘英。 路飞在被关起来的时间一直在练习。 直到逃离了凯多的牢房之后还在练习这个刘英,而后就是索龙了,索龙得到了光月玉田的名刀联魔,当索龙拿起这把刀的时候他就感觉有点承受不住了,因为这把刀有点难以驾驭,之后在刀上就出现了武装色霸气刘英。 没想到索龙已经掌握了这个霸气了,而后就一小会的时间,索龙就把炎魔给驾驭了,而炎魔这把刀一生只为光月玉田给驾驭过,所以可以看出来索龙的实力非常的强大。 同样都进行的修行,感觉路飞这两年基本上算是荒废了,每次和敌人战斗的时候才临阵魔枪,想起之前雷厉的教导,而索龙就比较靠谱了,直接把该学的东西全学会了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再见。